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北永康街的巷弄中 有一间台菜居酒屋隐身于此 门口一盏盏的灯笼十分有韵味 看似低调的店家其实卧骨藏龙 不仅吸引日本NHK电台跨国采访 更上过不少美食报道 而抓住众人味蕾的 就是多样化的怀旧经典台菜 像这道五柳汁微鱼 可是桌桌必点的招牌料理 我们今天用的是黄鱼 裹薄薄的就可以了 然后裹了粉以后我们就下油锅 鱼大概炸个三分钟左右 我们把它捞起来 也确定它是熟的 将鱼放置旁边备用后 就要烹煮这道料理的精髓酱汁 将五花肉炒香后 加入黑木耳丝 胡萝卜丝与笋丝 这时老板会加一点番茄酱 与酱油增添风味 经过拌炒后 放入银芽与少许勾芡 红黄青椒陆续下锅后 煮至沸腾时加入乌醋 最后将酱汁热腾腾的淋在鱼上 酸甜滋味结合蔬菜的清甜 丰富多层次的口感 保证让人口齿流香 回味无穷 台南人嘛 美食之都上来台北奋斗的人 原则上吃到这种菜都会感动 老板重现我们台南 他是用互助甜味勾出这种鱼的味道 其实它的层次又不一样 然后原则上这黄鱼炸的酥脆 然后骨柳汁在砍鸡 你知道 之前谁来这家店吃过 波登 波登吃过的店 你怎么会觉得这种菜会不好吃 美国名厨波登也远从纽约 登门前来造访 似乎印证店里料理与众不同之处 而老板林国瑶说 当初几个外国人连续来店用餐 令他印象深刻 但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波登的团队 第二天来我也觉得还好吧 第三天又来 心里想有这么好吃吗 所以说当他用餐用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可不可以拨个时间 我们要做一个专访 如果你OK 那我们就 我要问我的老板 那我才问说 请问你老板是谁 他才告诉我说 来自纽约的波登 真的是吓一跳 谈起当时波登用餐的景象 老板说仿佛做梦一般 没想到如此殖民的人物 竟然出现在眼前 而当时叠满了一桌菜的波登 特别赞叹这道 蒜香油条鲜柯 肥美大科的蚵仔 搭配酥脆可口的油条 虽然是道常见的菜色 但这里的酱汁 可是暗藏玄机喔 因为它的制造过程就是 那个鲜柯就是蚵仔 蚵仔我们是挑东石 嘉义东石那边的蚵仔 它很肥美而且又新鲜 它是经过汆烫 但是那个时间点 你要拿捏得好 你会吃起来像生的 其实它是熟的 而且有海的味道 将炸好的油条铺底 把一颗颗汆烫好的肥美鹅啊放上 最后淋上独门自制酱汁 老板偷偷跟我们说 这可是鸡酱 酱油和蒜末等 依照比例调配而成 独特的风味绝对在外吃不到 最后撒上蒜酥和葱花 美味诱人 连波登都赞不绝口的鲜柯料理 就完成了 它酱油料 散发一种淡淡柠檬的酸味 我觉得可以提升鲜柯的鲜味 同时又可以缓和油条的油腻 所以非常的酥脆 搭配鲜柯那个暖身的口感 我觉得是 我自己觉得这个口感 这个要这样组合是非常非常厉害 老台湾的好滋味可不是空虚来风 这些都来自老板小时候的记忆 从小身处在台中雾风大家庭 住在四合院里 家中时常办各种宴席 当时年幼的她经常跟在祖母身边 时不时偷吃菜的回忆仿佛历历在目 其实我从小 我们在那个老房子里面 就是我就常常在厨房 跟着我祖母在那边看她料理 然后看一些厨娘在那边料理 那我就觉得这个吃起码 你将来做个餐厅你不会饿肚子 而且对吃我也很有兴趣 喜欢烹饪 然后做一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 从小耳濡木染的环境 让老板确定自己对料理的热爱 但因为父母期望他能当医生 于是高中时就到日本留学 但老板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 比起手术刀呢 自己更爱拿菜刀 因此不顾父母反对 到中华料理店当学徒 磨练自己的厨艺 后来也在日本和泰国开餐厅 原以为顺遂的创业路 没想到跌跌撞撞不断面临残酷的打击 也赔了很多钱 对 赔了很多钱 跟老板分享当时赔了多少 还蛮经典的顺利 大概有个五十万美金左右 然后一无所有的我回到台湾 一无所有的老板在归国后 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料理魂 决定与表哥合开小店 再次出发 两人凭借舌尖上的记忆 从拾小时候在四合院里 吃到的阿嬷味丘老菜 最后成功透过怀旧老菜 抓住客人味蕾 让餐厅总是坐无虚席 其中一道经典佳肴 剥皮辣椒鸡 老板自豪地说 百分百传承自祖母的好手艺 并使用纯量酱油膏 下去料理 味道绝不一般 那个鸡肉就是 我们用的是鸡腿肉嘛 我们多一块块的 然后鸡肉先下去 下去大概汆烫一下 然后再下去爆香 然后用麻油 再用麻油下去煸 然后放鸡肉再下去炒 炒到一个程度 当然你要加一些绍心啊 等等的这些酱料 然后再收它的汤汁 稍微收 不要收太干 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汤汁 觉得跟平常吃的很不一样 因为平常剥皮辣椒都是煮汤的 然后可是它是用炒的 然后味道跟我们平常吃的很不一样 然后也不会太辣 就是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口味 但很特别 鸡肉很入味 然后很香很好吃这样 除此之外 还有一道阿嬷的家传司房菜 党参猪脚也广受好评 以前家里呢 卤一大锅猪脚时 祖母会加入中药材党参 不只能去掉猪肉的腥味 也让肉中带点甘甜的口感 软嫩有嚼劲的猪脚 再搭配纯量酱油糕与辣酱 简直是天作之和 老板不只在料理上竹末很深 在餐厅的环境也耗费苦心 古仆的中行风格 搭配各式各样的陈设 增添一股老台湾的味道 二楼还有让人放松的榻榻米设计 与墙上供客人随心留下了记录 浓浓的古早味悠然而生 从环境到料理都充满怀旧气息 而说到老味道 当然少不了 鱿鱼螺肉蒜锅 这道经典老酒家菜 咕噜咕噜冒泡的汤头 与逐渐弥漫整间餐厅的香气 非常适合冬令时节 与亲朋好友一起享用 我们的三层肉先下去爆 三层肉要先抓一下 放一些酱油下去腌 稍微腌制一下 我们给它翻炒 炒到熟为止 我们再加鱿鱼 跟五花肉一起炒 炒完以后我们就放在那个汤里面 给它滚煮 给它调味 酱油 加一些米酒 要煮到它的萝卜 比较稍微烂一点 最后再加个蒜 芹菜 最后再滴一点米酒 这样就可以上锅了 这个鱿鱼螺肉散汤喝起来 带点甜味 然后带点蛮清香的感觉 其实蛮好喝的 而且里面还有鱿鱼跟锣肉 其实知道是蛮特别的 你知道我的菜色 老板十几年来 亲力亲为 到现在仍坚持 每天一早就到市场 亲自采购食材 老板笑着说 开店真的不容易 自己总是最早到餐厅 却也是最晚离开的 然而这么辛苦 却是一路坚持到现在 原来是有更深层的念头 主要要营造的氛围就是 让客人他可以吃到 我们台中的一些家乡菜 以前在家里面 跟长辈啊 跟一些堂兄弟姐妹 我们吃了一些菜 我们跟北部的朋友来分享 有时候做一些菜 看到这个菜就会想到 勾起那个儿时的回忆 那有些像我祖母也不在 祖父祖母他们都不在 家父也不在 所以说这是一个 蛮美好的回忆 对老板来说 料理不再只是兴趣 也是与家人间感情 唯一的联系 虽然亲人随着时间 一个个离开身旁 但凭借一次次的料理 回味着小时候 全家人一同吃饭的种种回忆 也希望将这份温暖的滋味 传递下去 让人品尝家常菜时 勾动内心深处那根新鲜 一起品味儿时记忆 我真的想要带非常传统的 英式料理给台湾人吃 英国东西非常好吃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就是我们英国人 可能每个礼拜会吃的菜 我想跟大家说 英国料理真的很多历史 然后有特色 之前的东西 不兴认兴识